这个呢,就是今天我和我老板出去钓的鱼 虽然小了一点,但是终归是钓的 九九归一,总共九条鱼 下午再钓鱼的时候呢,我的老板就特别想玩这个鱼 所以呢,这个时候,哎,哎,都抓出来了 怎么抓出来了呢 这个时候呢,就让我的老板尽情地玩这个鱼啊 来抓鱼 咱们呢,顺便和范老板和蔡老板比赛一下 看一下狗哥队和猫猫队,谁抓鱼抓得更多一些 现在王老板已经成功地抓出了一条啊 即15分钟啊 现在呢,一分钟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们的王老板才抓出来一条鱼 而且可能是偶然间抓出来的一条鱼 我们的狸老板好像对抓鱼没有任何兴趣 对狗子队的抓鱼大业没有任何的贡献呢 这两分钟过去了 王老板现在依然只抓了一条鱼 虽然他尽力地想要抓鱼 但是鱼好像很滑溜 我老板去瞅了一下桶里的鱼 打蛋,你要是抓出来吗 你就抓这边的,对 把这边的鱼抓出来就赢了 不能抓这个 不能来回抓啊 抓这边的,来抓这边吧 对 下午钓鱼的时候他气得把,直接把铜锁掀翻了 哎,又是一个啊 王老板的第二条鱼 好了好了好了 我来捡啊 好了,时间已经过去四分钟了 我们王老板呢,依然是只抓了两条鱼 说话间,王老板就抓出了第三条鱼啊 王老板抓出第三条鱼呢 用了四分半啊 我们李老板好像对抓鱼没有回合处 哎,王老板 这都五分半了呀 还能不能抓出鱼来咯 啊,已经六分钟了啊 六分钟了啊 作为你的员工 给你一个建议吧 要不把水喝啦 啊,老板 喝完这盆水 李老板对你太满意啊 对你只抓了三个,干啥玩儿呢 好了 咱们已经八分钟了啊 这个游戏就结束吧 这个王老板呢 用了八分钟 只抓了三条鱼 哎呀,蔡老板 蔡老板好像对这个挺感兴趣啊 哎,哎 哎呀,这是什么 来蔡老板 计时开始了啊 哎 哎,蔡老板试的是水 范总你会不会太怂了一点呀 上啊,范总 平时干账不挺厉害吗 哎呀,这水有点烫手啊 能不能战胜Alpha就看你了啊 我看范总这个状态它是个卵的 蔡总花了两分半的时间 抓出了第一条鱼 蔡总竟然没有想吃掉鱼的欲望 而是想继续抓鱼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分半 范总已经抓出了第二条鱼 哎呀,马上钓回去了 好,范总好几次都是插姿好鲤 鱼又回到了盆里 哎呀,又失败了 哎呀,我蔡总直接叼走了,蔡总 我们的范总可能是个饭桶 作为一只猫不敢抓鱼 哎嘿嘿嘿嘿,好烫爪子 烫死我了 范总有结婢 我已经没法严肃的说下去了 我觉得范总总是想让我笑 我们的范总已经吃下去一条鱼了 哦哟,好美味啊 范总要发动了 范总又要吃,啊 感觉范总吃了一条鱼以后充满了活力 哇,第四条 我们的范总又开始围着这个桶转了 范总啊,那是个桶啊,不是范桶啊 不要以为里面有饭呀 里面装的是鱼,你抓不出来的 得在盆里吃 刚才阿尔法用八分钟抓了三条鱼 但是范总用八分钟抓了四条鱼 不仅仅抓出来四条鱼 而且吃掉了一条鱼 可以说今天的比赛呢 猫猫队完胜呀 范总就想把两条鱼放到一个碗里 并且不让范范去吃 来给范范一条,别动 范范一条都没吃 前辈菜给干掉了 范范说一条鱼都不给我留 一条鱼都不给我留 我一个都没吃